蔬菜栽培場 大肆宣傳就是為了告訴全世界 北韓哪有鬧饑荒 北韓官媒沒有名獎 但擺明刻意在畫面中 不斷聚焦金正恩搭新車出巡 搭的正是俄羅斯總統普清 送他的AURUS 還被稱為俄羅斯版的勞斯萊斯 對照過去金正恩出巡 總是以賓士車代步 現在高調搭新車有多滿意 不言可遇 但是跟他的最愛還是差遠了 共同中央通信 是手的髮及外皮靴裏 穿戴過分身的婦女 不管是大型車還是農場剪菜 金正恩非得把掌聲明終 金正恩千刀不能在禁 婦女兩個人都是穿皮大衣亮相 蠻有分身的味道 北韓官媒朝中社甚至還用 領導一詞來形容金主外 香土라는 표현을 香土的偉大人 偉大人那樣 穿了一個偉大人的 嗯 原本是鼓勞 分析者认为这是北韩首次将金之外 升格尊称领导人 已经确立他的接班地位 金正恩还带他视察空战军演 时间点刚好就在美国跟南韩的 自由护盾军演刚落幕 朝鲜半岛的局势没有缓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抵达南韩 就是要讨论如何加强对北韩的威慈 第五前总部导 欧乌正情事先带大家聚焦的是 俄罗斯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统大选投票 无军现在把握时间 趁机攻击了俄罗斯一座练游场 最新的状况交给记者婷婷 俄罗斯在3月15到3月17号时间 举行总统大选 而乌克兰当然就要趁此时 来对与俄罗斯敬略来发动多次的攻击 可以看到他们在3月16号 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而且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境内的领土 而且是特别锁定了炼油厂 来看到这个比较接近边境的位置 在贝尔哥罗德 他们在乌克兰这边就发动了飞弹的袭击 而且通报当地至少有一男还有一女死亡 还有包括在当地的建筑物也是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另外还有这个地方 萨玛拉主要是炼油厂相关的一个攻击事件 可以看到包括了赛兹兰厂以及新谷比雪夫斯克厂 这两个都是隶属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 而其中赛兹兹兰厂它的着火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外界也是非常关心的 因为这个炼油厂其实它每一天是可以生产17万桶的石油 所以对于国际油价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大家是非常关心了 看到俄罗斯它现在已经大约关闭了7%的炼油产能 就担心会推升国际油价 来看俄罗斯上周前一次的攻击已经促使了 国际油价在13日大涨近了3% 而且两大原油上周也涨近了4% 因为这场的选举 乌克兰民众还是受到了压迫不自由 说是为了胜利确保普京连任 传出有数十万的乌克兰民众被迫加入俄罗斯籍 也成了合格选民 再把时间交给婷婷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拼连任 而当地在3月15到17号举行了总统大选 可以看到这次的总统大选 有符合资格的合格选民超过了1.14亿人 不过这当中是其实有备受争议的 因为俄罗斯不仅是把像是过去2014年 所拿下的克里米亚也把它纳入到领土之中 现在包括在乌东地区 现在还在前线在这边非常多的一些争夺的情况下 它也是把这些地区全部纳进到了俄罗斯的领土之中 所以就包括了这些战里的新领地 像是赫尔松 顿内斯克 扎波罗热以及鲁干兹克的民众 他们都是有所谓的俄罗斯的投票权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它争议点 就在于俄罗斯所占据的地区 这些民众如果要投票 当然就是要持俄罗斯护照了 但是这些人他们过去作为乌克兰人 他会到底要不要越不越换俄罗斯护照 现在是一大问号 不过看到俄罗斯方面 他们就用这种手段 他们说你必须要换俄罗斯护照 才可以有房地产以及社会福利 如果你没有换俄罗斯护照的话 你可能会丧失监护权 甚至会遭到监禁 所以登地将近100%的人口 会说已经持有了俄罗斯护照 当然也就是有这所谓的投票权 不过现在有一个让外界觉得非常不OK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们拿到俄罗斯的护照之后 这些所谓的前乌克兰人 他们自己是有可能被迫来上战场的 所以他们会被征召入骨 等于是说他们恐怕以后要面对所谓的敌人 就是自己过去的乌克兰的军队 所以可以看到对于当地人 在心理上面的压力是有多大的 所以可以看到欧盟理事会主席 现在就对于俄罗斯这边也是进行了嘲讽 他说来看到俄罗斯的选举 没有反对派 没有自由 没有选择 想要恭喜普京拿到了压倒性的胜利 现在外界认为普京第五次当选 俄罗斯总统已成了定局 那么现在外界也推估会被他掌权的时间 恐将高达36年 那么西方学者也担心 普京主义很可能会升职俄国影响深远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看好 可以顺利连任总统大位 如果普京的身体还健康的话 还看到被望可以看好的 就是他有望连任到2036年 当时后83岁的普京将会执政长达36年 这个数字甚至胜过了前苏联的史达林的29年 不过随着普京能够执掌这么长一段时间 自然有一个新的词汇 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普京主义 普京的泽密茨误据也被外国的学者看好 会成为后苏联时代的新意识形态 甚至对于接下来俄罗斯的政治 有非常长远的影响 外界甚至有一种看法是 有没有可能超越列宁马克思主义呢 还看到哥本哈根的学者甚至认为 普京主义可能比他这个本人更为持久 而且获得亲线 还看到普京到底是怎么可以 在俄罗斯的政坛上面历久不衰的 还看到2000年到2008年 头8年他大任总统的这个时间 当时俄罗斯的政治氛围 其实是中产阶级兴起 而且是不鼓励公众参与政治的 这个自然就成为了普京主义的雏形 而在2022年发生的重要事件 自然就是俄乌战争了 那虽然普京他自己还是保有自满且 冷漠的元素 但是却进一步成为了这个全然的威权 所以呢就连外国事务杂志 甚至他们也是当有找一些当地的俄罗斯人 他们虽然希望可以来获得和平 但是很多人甚至相信 只有普京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那除了关心俄乌战争 以及俄罗斯的事务之外呢 关心过另外的大小事 早上我昨天的QR Code下载TVBS News App 让你所有信息都可以不露解 昨天消息一起来关注的连线现场 是苗栗白沙屯妈祖竞香起架 那么预计呢过了今晚的午夜12点 在12点35分会从拱天宫出发 今天下午的现场带大家来看到 总统蔡英文早部抵达将参与